OK啊 然后呢 三点三点 什么 一啊 我们叫做什么 登录什么 什么登录界面显示啊 OK 那么登录界面的显示呢 对我们来讲的话 那无外乎就是在这个地方来定义什么东西啊 路由吧 那么我们之前是怎么去定义的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开干就得啊 当然 现在我们是做项目 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去写的话 张三也是写这个文件 李四也是写这个文件 王武是不是也写这个文件啊 这时候到了晚上 五点半的时候 我给他提交了一下 没问题吧 下个人 提交不上去了 提交上去也是冲突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把解决冲突 这时候你已经下班了 我说不好意思再回来一趟啊 为什么 咱也有冲突 我不知道把你这个哪个东西删了 你要不要回来一下 你是什么疯啊 正好你两个人干嘛沟通完毕 以后再朝六来干嘛呀 他走了比较晚了 十点钟才走 然后这时候发现提交了 兄弟啊 你睡了吗 没睡的话 把电脑打开 咱们要改一改 我不小心删了那些东西 你是不是要疯了 你这话 你胆子真大 这样呢 我们就这时候 为了解决这个 这种冲突的情况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进行什么 叫做什么 路由分层 我给你整几个文件 你设计它 它是这个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的 我们先分第一个 叫前台和后台 是不是就这样了 那前台当中 我们 后台当中 我们首先第一步 来做一个什么东西 来 我们现在是不做后台呀 那做后台的话 你愿意起什么名字都行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去叫阿德密 可以吧 真的吗 那这时候来我们 这是要做什么 后台什么路由 后台路由 那这时候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来一个什么 路由 分组 那么我们路由分组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就用它呀 那接下来 我们说前缀 先整起来 前缀 是不是整起来呀 那么 还有什么东西 可以整起来 那这个东西 是不是肯定也是要有的吧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在楼里往来写 我这样讲 能不能干啥 听好了 我现在的分层 比较简单 就是前后台吧 这是你要在公司里面的话 你就不是前后台了 你可能干嘛呀 咱们想一想 这个箱面多少个模块 咱们就整多少个路由文件 然后一个人 就报一个路由文件 是不是就报了一块嘛 只好到晚上 什么下班的时候 提交的时候 你是不是只提交 自己来个路由文件就得了 是不是跟别人 永远不臭 我这样讲 能不能干啥 OK 那这时候来 我们写上一个 这叫做什么 登录什么 什么登录显示 那登录显示呢 我们要知道 登录显示肯定是get吧 那么写上一个login OK 那这时候来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写 那写的话 我们叫login 什么controller 然后下面什么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写完了 写完以后 咱们还有一个什么 什么登录什么 处理 登录处理 说白了 就是什么东西 你提交过来以后 我来处理 OK吧 当然登录显示的话 我们还要起一个东西 叫做路由别名 那么我一般写上一个什么 那这简称什么 这个知道什么意思吧 NAM知道什么意思吧 NAM的话 就是什么 给什么 我们的路由 起一个什么 别名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名字叫张雪山 但是我非要给你 喊你叫古代 就这么个意思 明白了吗 OK啊 那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写上一个什么 login什么 好错了 下面叫做login OK吧 那当然这个别名呢 我们也 写的什么 太迅速啊 是不是也一样都可以啊 这个名字起的一样 懂我的意思是吧 为什么一样没问题啊 因为你的提交方案不同啊 一个是get一个boss的 所以说你什么 虽然说我们俩都叫 那个叫狗蛋 对不对啊 但是我一个喊狗蛋 一个喊狗蛋 是不是啊 他生意是不是不一样 是不是就等着说两个人啊 明白我的意思啊 OK啊 这个算是例子 比较什么 指的不是很文艳 但是 我相信大家是明白的 懂我的意思了吧 OK啊 但就能找到 我这个地方呢 别名 我想给他取个别 不同的名字 行不行啊 那你的别名太多了 你到时候怀念起来 不也分金吗 所以说我们干嘛呀 能偷懒的地方 咱们先决干嘛呀 不勤快 就这么个意思 好吧 就是你加油洗衣机的时候 你决定就很少熟悉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 我这样就能不能干 OK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干嘛呀 是不是就定义好了 一个什么东西啊 后台什么 是不是 定义好了一个后台路由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来干嘛呀 我们说首先干嘛呀 让什么 让我们的路由定义 干嘛呀 是不是分层啊 分层 那这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就定义好了 一个什么 定义好一个叫做分层啊 分层定义后台的什么 路由文件 那这样吧 路由文件 我什么定义好了 当然 这个路由 你定义好了以后 它不会生效 明白我意思吗 这是你 老师 我就不信你这个洗衣 于是乎 我在这个地方干嘛呀 我创建一个什么 什么控制器啊 那当然我们这个地方 偷过来 我们用什么 什么人啊 我是不是就创这个控制器啊 那这个地方控制器呢 大家都知道 肯定是安德米打头 对不对啊 那我给你什么 是不是控制器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把控制器 创建好了啊 那创建好了 控制器以后 接下来干什么 我们是不是 社会他一下 然后我是不是就直接过来呀 这叫做什么 后台什么 登录啊 挺好的啊 这个东西 我怎么来的 我是不是都跟你们讲过啊 双击社会 社会 社会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地方来干嘛呀 是吧 登录什么 什么显示啊 我这样讲 速度快不快 不是啊 要是快了 我去慢一点点 慢一点 慢一点啊 这里我是不是就已经创建好的一个叫做登录控制器啊 那么登录控制器当中 我是不是首席要完成第一个方案叫做什么 登录什么 什么显示啊 那这个地方呢 我锐探一下 叫做后台什么 后台的NOVA 后台 后台显示吧 行吧 那这时候按照我们之前在真理定义的方案 那个是ADEMI加上登录 是不是就出来了 于是后 我是不是就是这样去想 一会儿说干嘛呀 发现干嘛呀 嘿嘿 是不是页面 不行啊 这不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挺好 不行的原因是因为你这个路由 是不是你想添加就怎么去这么添加了 人家是不是顾问加载的是这个文件啊 你这个文件是你始终创建的 他不找啊 他是不是就不知道啊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 我们接下来我们说来什么 引入什么 我们的定义 后台 路由文件 那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啊 我这样讲能不能干啥了 那这时候来我们用一个函数 那他有个函数的方案 就是能获取到项目的什么地址 那么他的叫做 叫做BasePath 那他能获取到哪个地址呢 获取到这 是不是能获取到这 那你说根本下面我找谁 下面的 下面的下面的下面的 下面的下面的点PIP 我这样讲能不能干啥 那这样的返回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路纪 那这个路纪我前面上是写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是不是英科罗的 那这时候你觉得他能不能把这个文件找到了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像我们做小程序一样的吗 你去把这个PAP写到别的地方去include的 然后就不是 就等于说我写的是不是写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呢你用include的是不是就相当于干嘛呀 又把它整过来一份了 那你和写的这是不是也一样的道理啊 但是他的好处就是什么 我作为老大我把这次文件定义好了以后 那你们干活去吧 你们是不是永远不会冲突啊 明白了吗 OK啊 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来是不是就定义好了啊 那定义好了以后 这时候我再来刷新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嗯 这时候干嘛呀 我再刷新一下 大家看啊 有没有成功啊 当然成功了 我们 我说上的成功 他肯定成功了 刚才那个什么情况呢 是咱们浏览器的问题 现在是不是可以了 能不能看到 你看我这时候后台什么就显示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做的最大的好处就是 我们以后就不需要修给外部的PAP文件了 我们是不是 你干哪个事 我就引入哪个文件 是不是就得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干嘛呀 我们在这里啊 把这个地方稍微跟大家写一写啊 那在这里我们说 我们接下来我们说 在什么 在我们的Rodis下面的web.pip什么 路由文件中什么 引入什么 什么引入我们的什么定义的什么 就是自定义分层的什么 路由文件 OK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有了 那有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干了一件事情 上白了是不是就了 创建什么 控制器吧 是不是创建控制器和对应的什么 方法 对应的方法呀 那这个方法呢 我们是不是也在这个地方去写呢 这时候我们把它关了 把它关了 那是不是在这 当然 我们肯定是干嘛呀 是不是要显示我们登录啊 于是乎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写了 写上什么 admin.login 点上一个什么 我们要做login 可以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就指定我们视图的模板了 这讲不快吧 不快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又在这个位置啊 又给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叫admin 下面的谁 login下面的什么 login.blad.tb 那这时候干嘛 一次线是不是都给我们把文件全都写好了 能干嘛 那这样创建好了以后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干嘛呀 把我们的登录界面展示出来 就行了吧 OK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去展示出来呢 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来 把这两个东西干嘛呀 什么复制啊 复制到哪去呢 复制到我们的什么 项目 什么 什么 下面的 public 下面 我再新建一个什么 什么 然后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把它整过来了 能不能干啥 OK啊 这东西就整过来以后 那下一步干什么呀 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是不是看到一个登录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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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在这 在这吧 差点粉丝也吓我一跳 啊 这时候干嘛呀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打开大呀 然后Ctrl的A Ctrl的C 是不是就行了 干掉它 然后最小化 在这个地方干嘛呀 神情依依的 是不是写了啊 这时候干嘛 我们需要把 有些东西干嘛呀 能不能看懂 我这个删了 大家应该 我相信 你都能看得懂 对不对呀 删掉 OK啊 那这时候我们 想这些东西干嘛呀 听好了啊 这些东西呢 就是做 叫做 我们的兼容问题的 知道了吧 但是我们做一个后台 如果说你 阿姨版本低了干嘛呀 不好意思 压根就不让你访问 后台嘛 是不是自己用了 又不是前台 说啊 兄弟啊 你要不能访问 我还给你弄一个什么 兼容战典 你是访问访问 后台干嘛 就这么一 能不能用 不能用干嘛 换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那这时候 这些东西干嘛呀 删 那这个是解决 216下面 PNG问题 你要知道 现在216还有没有了 删 那这两个呢 是吧 key key 这个叫做 关键词和描述啊 那这个主要干嘛 用的呢 做SU所用的 你觉得后台 需要SU吗 干掉 那这时候 剩下的时候 就剩下干嘛呀 这一对对啊 那这个东西 主要是干嘛用的呢 这两个东西啊 挺好的 主要还是做 兼容问题的 就是做了一个什么 内核版本 这种问题 所以说要不要 那这个呢 主要是做什么东西呢 也是做那种 缓执和SU所用的 要不要啊 所以说 我们一通 蒙如火的操作以后 发现干嘛呀 明白了吗 那当然 我们后面在讲 我在用话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就这些CSS 我们都可以把它 打包成一个问题 这些CSS 打包成 这就是前端嘛 我们在打包 当然你放心 这东西咱们也会 对吧 把它整成一个文件 你这是你引入的时候 是不是就好了 知道吧 这东西可以把它 整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包括GS 也可以把它 整到一个文件里面去 那当然 现在你不要关心 怎么 你现在关心的是什么 你怎么把它登录出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干嘛呀 来刷新一次 我们看一下 界面也会出来 当然这个界面出来 肯定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样式 显然干嘛呀 现在你看 这个时候是因为 我们运气好 是不是只好 已经给它整对了 假如你运气不好 这个样式是肯定不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时候 应该怎么去做呀 把这个路径 是不是都要改一改 那路径怎么去改 Public下 你再给我讲个Public 我弄死你们 你知道吗 我之前说讲了 这个东西 是不是指到Public了 所以说我们直接 就写上 根下面的 密下面的 这样就写 明白我的意思吗 再给我说 Public我弄死你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来刷新一下 你看好 是不是依然没有问题 是不是依然没有问题 但是你这样去写的 问题 有没有来 又有了 假如说哪天 你干嘛呀 上线的脑袋热 非要把Admin 给我换成manage 你这时候 你是不是就发现干嘛呀 不好意思 你拆去Admin的地方 就给我全改 你老师那不简单吗 全文改吗 那假如说有的地方 人家的目录名字 太有Admin 你是不是无限当中 也把人家都改了 所以说你这时候 应该最好的办案 就是 因为我们不赖的 模板引擎 是不是可以 调用函数 是不是可以定义函数 我自己能不能写个函数 我自己写一个函数 不就行了吗 OK我们现在不说那么多 我们后面再讲 好吧 我们现在就怎么去写了 我们现在就这么去写 好吧 我们后面再说 好吧 你放心 这个东西我这样提了 我们后面再讲 我们先去这种形式干嘛呀 来 要不然的话干嘛 知识点 给我铺的太宽 干嘛呀 脑袋收过来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这样去写 能不能跟上 OK 那当然我们往下 下面肯定还有什么 OK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来干嘛呀 我们写下一个 浩克什么 做法 那这时候干嘛呀 我们是不是就写完了 那写完以后 大家再来干嘛 我们刷新一下 大家发现了干嘛 有没有问题 依然没有问题 当然 阴真马这一块 我现在暂时不做 所以说干嘛呀 是不是把它注射掉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OK 是不是依然的很美啊 能看到吗 那剩下的 是不是就是在这里 书账号和书密码 是不是就行了 OK啊 那么账号和密码呢 对我们来讲 是不是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是不是很简单 那么我们为此呢 在这个地方干嘛呀 是不是把这个地方整一下 OK啊 那么听话 从现在开始 大家不要看我的 就从这里 就要写到项目的时候 重点呢 还是看云代码 就不要看笔记了 为什么 像这个玩意儿 你要我怎么去给你写 是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就不好去写了 懂吗呢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定义什么 什么定义模板啊 定义模板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模板在哪呢 我就这里呢 我就言下之意 就告诉大家干嘛呀 意思到了就可以了 主要是告诉你 目录结构在了 然后这个文件干嘛 怎么弄 是不是就行了 重点还是看真理 明白 那么模板 那么模板 我们是不是就有了 那有了以后 我们的显示干嘛呀 其实刚才大家 也都能够干嘛呀 是不是看到了 说着啊 我说不过